謝謝 很高興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是跟各位討論一下你們的人生投報率 不過在講這個人生的投資報酬率之前 其實投資這兩個字 在我的定義個人來講 不見得是要用錢下去才有報酬 這個投資的部分包括你們的時間 還有包括你們的勞力 這兩部分 然後最後才是你們有多餘的金錢 當你們用時間用你們的勞力 賺到金錢的時候三個相加 那就會倍數倍數倍數的成長 那首先我跟各位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產業裡面大概工作有30年 我的工作跟各位也所學也很類似 我一直從事的是財務的工作 那我原先在學校的時候我學的是會計跟統計 我一畢業的時候就直接到職場工作了 那現在可能有些同學也會面臨到說 我畢業之後是要升學還是要再繼續 就是直接進入職場 那我跟各位的一個分享是 以各位的這種所謂的技術的技職體系來講 我的建議是先進入職場 各位大概知道 今年明年後年三年 會有很多的政府單位會釋出公職的缺 還有金控公司也會釋出大概有2萬個職缺的名額 那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呢各位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先入職場 然後當你做3年5年之後基礎之後 再回到學校裡面來讀這個研究所 或進而你也可以攻讀到博士班 因為當你有社會工作經驗的時候 你再去讀研究所 你會比較輕而易得 因為有一些書你會讀起來很堅塞 但是如果你有工作經驗之後 你在回去讀的時候會對你會相對來講 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在上海工作 在上海工作之前 大概有10年時間我是往返兩岸的 那各位有看到在台灣早期 我像你們這個年代的時候沒有什麼證書 只有一個證書畢業證書 其他沒有了 再來就高考普考的證書 但是到了中國之後 中國它對於這種崗位證書 還有職位證書它很重視 也就是說當你要進入職場之前 去工作之前 像各位財經系的 一定會有證券 保險 金融 必須要考的這些證照 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我們台灣現在也開始重視 可是中國早在15年前 對大學畢業生 它要求的 英文一定要二級到四級 大學一定要四級 碩士生一定要二級 你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你拿到的只是一個 類似結業證書 你拿不到畢業證書 因為你那個 基本的英文沒有通過 那在中國大陸這一方面 他們語文方面 聽 寫 不錯 可是說會比較弱一點 那這一部分就是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可能下面這一個 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一張圖 在今天我所講的裡面 我大概會分了五個塊 區塊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這五個區塊裡面 第一個 我首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圖是最新的 到今年10月 我們台灣的總人口 今年度來講 有2326萬人 那人口增加數 各位大概都是80後對不對 80後嗎 還是70後 80 80對不對 那各位看一下前面 我是從75年統計的 可以看到 從75年開始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的圖 75年開始看到沒有 我們的人口增加率一直往下掉 每五年 70到75年 人口增加率是 這五年是138萬 現在我們95到100年 人口只有37萬 是不是 我們的人口再減少 就 人口增加數減少 人口總數 增加比較緩慢 這個現象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你們是介於這邊嘛 對不對 介於80這裡嘛 對不對 這時候只有增加100萬 就是80到85 只有增加93萬 也就是我們的人口面臨什麼 老年化 那你們一個人 將來要養幾個人 三個 不對 你們將來要養 爸爸媽媽 岳父岳母 你的老婆兩個小孩子 加起來幾個 四個 對 你一個人可能要扛七個 兩個人可能扛六個 OK 那這裡面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國民所得的GDP 過去裡面 看到沒有 我們人口增加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們的所得 現在各位大家講22K 可是我們政府統計的數字 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國民所得 是2萬美金 相當於台幣60萬 那60萬的話 如果一年14個月 請問一下一個月薪水多少 財經系的學生 我們算這個很快吧 4萬多吧 對不對 平均4萬多 那為什麼會有22K跑出來 知不知道為什麼22K這個數字跑出來 那明明政府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國民的平均所得 是2萬364塊美金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在說 大學畢業生只有22K 收入不平均 收入不平均 錢被誰拿走了 領導 領導拿走了 你是說我們的馬總統 行政院長嗎 領導管理者 企業的比較是有厲害的 就一般上面做人力的拿的比較少 對 沒錯 我們現在的人口裡面 領導階層大概40到50歲 他的平均薪資大概有15萬到20萬 可是我們剛進職場的 就是20歲到25歲的 所以這裡面大概是22 可是當你們到26、27歲的時候 是不是會往這個 4萬那邊開始跑 可是你要具備領有4萬塊錢 一個月 你要有什麼樣的技能 你要有什麼樣的資格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當你要領這個錢 我要什麼資格 能力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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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台灣跟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14億人口 我們台灣2300萬 他是我們的幾倍 60倍有吧 可是他們每個人的自信心 比我們自信心都還要大 他每個人的出去找工作 我一定薪水要多少錢 我先講我要多少錢 那我就付出這些能力 那我們台灣的學生其實也不錯 很耐操很耐勞 唯一一點 心裡不平都是擺在肚子裡 背後罵老闆 從來不會正面去跟老闆講 就像你們對老師 可能有一些 要跟老師正直什麼的 只是同學跟同學討論 是不是 比較少正面去跟老師去溝通 會不會 會齁 這個是你們要上的第一門課 當你們要離開這個學校 進入職場的時候 要先學會溝通 而且要很有自信的去溝通 因為職場上面是比學校裡面更競爭 好 那跟你未來是有關的 好 我們看完這張圖之後呢 因為這個都是跟錢跟人有關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在看我們的未來來講的話 在08年金融風暴之後 其實我們都走向不單模式 不單模式是其實不是錢而已 不單是一個最快樂的窮國 他最快樂的窮國這個部分呢 他其實並不是用我們人的這個錢 國民的所得來衡量 他可能還加上了什麼東西 他加上了這些東西 社會的狀況 你對工作的滿意度 貧窮 還有這個 這個裡面 預印價我們現在已經有了 平均壽命我們現在是79歲 其實我們現在醫院設備 這醫療都很不錯 健保 所以孕婦的死亡率其實也沒有錢高 那還有一個就是關係性就是說 宅在家的次數 還有請假的頻率 最重要第三點的關係性的部分 可能現在的人幾乎都有上網 除了上網之外 你們知道PC可以提供什麼功能嗎 我們上網是要幹嘛 查資料 查資料之後呢 其實PC提供給我們的功能 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可是我看不到那個人的喜怒哀樂 我只能用符號來判斷這個人的喜怒哀樂 對不對 可是這個PC其他的功能 其實是提供我們在職場上面 有一些必要的 各位的Word 運用的好不好 Word Excel 運用的熟不熟練 財業的學生 Excel的部分的每一個計算功能 他的計算公式 是你們將來進去的時候 可能長官主管會告訴你說 某某同學某某人 你幫我做一個什麼表 統計表 幫我畫一個圖給我 可能你們將來進入職場 有很多會要求你 不是像這樣文字的 他要你提供是數字的 數字不是用數字寫在這個TPT上面的 是用圓形圖 立狀圖 或者曲線圖來表達 這樣表達的話 讓看的人是比較容易 那你解說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解說 這樣明白嗎 所以呢 這個是 不單的模式 就是在這裡 不單模式 他G&H 是用這個九大核心 主要裡面是 教育 我們往來看 心理幸福 生態 我們現在是不是注重生態 就是減碳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騎腳踏車的人多不多 我現在跟各位講的就是 未來我們產業的趨勢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你們要進入哪一個行業 我們從這個九大的趨勢裡面來看 如果我們要進入職場 如果以生態來講 生態保育員 還有跟減碳有關的行業 太陽能 腳踏車 這一些行業 會是不錯的發展的行業 再來文化 教育 健康 健康 健康是指什麼呢 可能你各位也不知道 現在有一些健康管理中心 幫我們做一些 未來疾病沒發生之前的疾病預防的 健康管理中心 慢慢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再來就是 我們對這個生活的那個標準的要求 我剛剛提過了 不單其實他們的國民所得 沒有我們台灣兩萬美金這麼多 可是 他們很快樂 印度 我不知道各位去過印度沒有 你去看印度每一個人 他們很窮 可是你去看每一個人的笑容 很天真很漂亮 有看過那個少年PI的漂流記吧 還沒看 你可以去看看 那裡面都是印度人 他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印度人 他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 可是他們沒有因為貧窮 可是他們在心理上面生活得很快樂 再來就是 就是後面社區的活力 然後你時間的管理 還有就是說我們周遭出的時間 還有我們一些生活的管理 這一些把它統計出來 然後一個指標 來看我們的幸福快樂的指數 這個跟GDP 現在是兩個衡量一個國民的素質 跟你未來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好我現在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人生投資的報酬率 我把人生會分為四個階段 這四個階段是哪四個階段 原來我們是說60歲 那個是勞退基金規定的退休年紀 可是最近變更了 所以這個60要變成65了 65歲才能退休 那各位看一下 前面從出生一直到你上大學之前 青少年時期 你大概沒有收入 你有的收入是什麼 還有呢 過年的什麼 紅包 是不是 你們的收入是兩樣 你用錢是父母給你的 現在你用錢 各位一個月多少錢 一萬 兩萬 五千 一萬塊 這一萬塊是 手機費自己付 交通費自己付 三單自己負責嗎 是不是 夠不夠 這一萬塊的生活費裡面 哪一個佔最大 吃的 吃的 吃的佔多少 50 第二大是什麼 這你的零用錢裡面最大的消費 第一個是吃的嘛 第二個佔最大是什麼 吃的之外 交通 通訊 手機 對 各位 在這個之前我會給你們講 家裡工作的時候 手機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在應徵的時候 我們要先講好 公司有沒有給你福利 通訊裡面有沒有給你補貼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會在外面跑 以前沒有手機 現在老闆是24小時 你手機不能關 他要找得到你 因為他隨時會吩咐你任何事情 但是 這個手機是你在附會 你可不可以請公司說 那公司有沒有手機的通訊補貼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APP 用LINE對不對 可是你APPLINE的話 你每個月要一千多塊嘛 基本費嘛 是不是 那公司只要不多 補助我一半 八百塊 不補小補 是不是 所以這一部分要列入 可能他不在22K裡面 他是外加的 交通他也會外加給你 22K是讓你吃飯的 懂了嗎 好 在20到40 各位 就是你們這個階段 這個是青年奮鬥的時候 其實當你們離開校門的時候 會有兩個 有些人會創業 有些人是就業 有些人是繼續升學 可是他不管繼續升學到什麼時候 他還是會進到這個職場 不論他是創業或就業 接下來到40到60歲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話 一般都已經到中高主管階層了 這個地方大部分都是有社會地位 其實在有這個社會地位的時候 我們賺錢其實不是靠我們在辦工作裡面的勞力 而是人脈 靠人脈 在座的學生 我們財經學生 其實出去第一份工作 最好找的有兩種 職業 一個是什麼 受險 保險員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理專 這兩個 這兩個你們應該都已經考到陣仗了嗎 受險員就是利用 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同學之間是不是都有這個人脈 所以 他可以很快的 有業績 那理專的話 因為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 叔叔伯伯阿姨 都很有錢 可以幫他們理錢 理財 所以這兩個工作 一般進到職場裡面 在金控公司裡面 會優先會使用 因為你在下面出來 因為都是學生嘛 大家都剛就業 那這個部分都是最好的人脈 跟最好去做投資的 可是有些人 為什麼受險工作一年 就不做了 有沒有 因為你旁邊左右前後左右的 這一條巷子都拉完之後 沒有了 是不是就 老闆 這上面主管就一直壓 你還是找不出來了 就要換工作了 那有時候這個情形之下 如果你要堅持走保險這一條 就要持續走下去 就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進南山人壽 他就是堅持 他走了30年 到現在 他原來是一個護士 再艱難他還是堅持走 他的做法是什麼 所有的客戶每一年的生日 生日 三節 他一定會打個電話問候你 發個簡訊告訴你 然後到過年的時候 送月曆或祭祀本 這公司都會印的 他會交給你 那你如果說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第一個是不是會想到他 我個人的投資裡面 台灣人壽 新光國泰 南山 保德信 然後保存 中國人壽 我都保過 目前我覺得就是 保德信 南山 他們的服務最好 因為他會一直 人走了 他還是把給下面信來的人 他會告訴你說 我前面這個人已經離職了 我現在是某某人 我要服務你 然後以後有任何問題 你跟我聯絡 有些人就是說 保險單進來之後 他趕快去開發新一個客戶 就把這個救有的客戶 不小心給忘了 然後這個客戶就 慢慢就會疏離了 同時這個客戶 不只對你這個個人 對這一家公司 是不是也沒有 失去這個信賴感 明白嗎 好 現在先看完 這一些 我們先看看 你在這個階段裡面 你會有哪一些收入 跟哪一些的支出 你在讀書的時候 是不是支出比收入多 學過財務報表了嗎 還沒有學過財務報表的舉手 都學過財務報表對不對 ok 在你的20歲之前的人生 是不是支出的最多的是學費 吃飯的 交通捷運的 或者就是你要繳的這個 學雜費買書本 那甚至就是去旅遊 還有就是 可能買一些我們用的文具用品 但是你收入大概只有兩種 寒暑假的打工 跟或者年節 雜費給你的紅包 但是這個時候有一種狀況 你高中以上是不是開始有些有就學貸款 沒有就學貸款的同學 可不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 沒有就學貸款 舉高一點點 舉高一點點 所以90%都有就學貸款 是不是 我要替國家感謝你們 你們是未來社會的精英 因為你們畢業之後 就一定要入職場 因為你們要去還這個就學貸款 而且你們是職場裡面 勇不敗的兼兵 為什麼 因為你要還這個 你不會隨便跳槽 不會隨便不幹 看在錢份子上 因為要還這個貸款 所以就會很努力 很認真的 出人頭地 對不對 但是沒有貸款的 也不見得 沒有貸款因為他有無後戶之憂 各位 沒有貸款這些人 將來是你們這些有貸款的 可能是你們的客戶 可能是你們的金主 明白嗎 剛剛有舉手的有看到 有貸款的 我剛剛看一下90% 這些10%的部分是 你們將來可以開發的客戶 或者是你們可以 向他求救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同學 或者一個partner OK 在學習成長階段的時候 一般如果說 以隨意表來看 其實是虧損 你個人來講是虧損的 父母對你來講的話 父母生理這時候也就是虧損的 因為他一直投入投入對不對 可是就資產負債 你的資產負債表來講的話 你這時候你的負債 因為你資產負債表 你損一表是虧損的嘛 那你資產負債表 是不是你的禁止會是負的 那這時候是不是負債會比資產大 在你的人生的前20年 接下來我們來看 20年的時候是負債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 到了下一個階段 開始往創業或者是就業走的時候 當我們創業或就業的時候 開始這裡面就會有一些收入了 可能是薪水 可能是我們一些投資 不管債券 股票或者其他的一些 投資的一些產品 還有其他收入像利息 或者公司給你的紅利 但是你支出的話 是不是相對會比較多 因為你可能會離家 照料會比剛剛的支出還要多 這時候你在創業就業階段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能夠保持你的隨意表有盈餘 目前來講 好像剛畢業第一年 要保持盈餘比較難一點點 至少畢業前三年 如果有就學貸款的 你可能還貸款的部分 以現金流來講 還貸款部分比較多 你只是把負債減少 在這上面這一些東西裡面 交際費你可以節約 郵電費可以節約 旅遊費也可以節約 保險費的部分就是勞健保 或者你有再另外加一些醫療保險 還有就是利息支出 這個利息支出就是你們的 就學貸款的部分 當然如果說你一直還的話 這部分就會越來越少 那你是不是你的盈餘就會越來越多 下一個階段是 剛剛是隨意表 我們現在看 支產負債你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40歲 20到40歲的人生裡面 你這裡面支產負債表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銀行存款 因為現在的薪資都撥到銀行 還有短期投資 存貨 電腦通訊設備 你的PC iPhone 還有交通工具 摩托車 或者汽車 房屋 有些是住在父母家裡面 有些是已經開始從事小套房 各位這裡面 個人裡面的存貨 第三項 你知道存貨是你們的什麼東西嗎 為什麼有存貨 我又不是公司怎麼會有存貨 個人怎麼會有存貨 知不知道你們的存貨是什麼 存貨有沒有人了解 你沒想到 譬如說 你每個月都買新衣服 一年兩年三年下來 一櫃子都是舊的衣服 永遠都少一件新衣服 對不對 那我舊衣服是什麼 存貨了 可能三個月 一季以後有個新包包 就買一個新包包 然後一年買四個 兩年買八個 還是少一個新包包 請問一下那八個包包 這是你的什麼 存貨 接下來 鞋子 每個月買一雙 每個月永遠都少一雙新的 所以你鞋櫃裡面 是不是就很多的 什麼樣 舊鞋吧 衣服 鞋子 包包 PC 你的手機 這一些都會變成你的存貨 其實如果可以 善用你的資產的話 要把這一些 存貨把它變成現金 明白嗎 你那個包一年不用 兩年不用 把它清掉 不管用多少 二手把它賣掉 換成現金都可以 把你的負債減少 現在是不是有人買的時候 最喜歡用分期付款 分六期九期 但是你知道你分六期 那個包用不到一個月已經變舊了 但是你錢還沒有付完 是不是 那結果這個包 到底是值錢還不值錢 所以是不是要把它還 包把它處理掉 還掉這邊的信用卡貸款 把你的資產的部分 把它處理變成現金 把負債減少 其實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最好的一個狀況 不要讓你的負債 到第四個階段 就像我這個階段 40到65 這時候是有社會地位 其實我的收入應該到底支出 這回去要問你爸爸媽媽 幫你爸爸媽媽計算一下 明白嗎 幫你爸爸媽媽列一張資產負債表 跟損益表 好 列一下看看 因為現在12月了 可以幫你們家整理一下 你們家的資產負債表 其實這個階段 你爸爸媽媽階段 應該收入大於支出 再來就是說資產要大於負債 這個時候淨值要大於35 淨值是什麼 就是你們家的資產把它處理掉 還掉負債還有剩下35塊 不要資產50塊錢 負債60塊 然後淨值是-40塊 那很辛苦 可能就是一直在搬家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錢買房子 一直租房子 OK 但是如果說是以這個階段 如果有能力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階段我是建議是在進修的階段 你要去讀碩士 或者讀博士 這個階段都可以 前面到40歲之前 你要努力的創業 就是努力的工作 或者創業在公司裡面 盡量就是說累積你的實力 累積你的人脈 累積你的經驗 在這個階段 你現在這個階段 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這個階段就開始安排 我要做什麼事了 你可能在前階段到40歲之前 你會犧牲掉 你本來喜歡刺繡的 本來很喜歡畫畫的 本來很喜歡彈鋼琴的 拉小提琴的 你可能一個工作都放棄了 但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可以把它重拾回來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這個時候 你的收入到於之初 你可能不會因為錢 壓著你 沒辦法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四個階段 好 那當然 越早退休越好 我剛剛退休年齡是寫60歲 你也可以 如果能力夠的話 你也可以50歲 你也可以55歲 不一定要到60歲或65歲 有些人做到70歲還不能退休 可是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剛剛是從那個20歲到60歲 40年是不是都在工作 那我們現在國人的平均年齡 79歲 也就是60歲退休的話 你身體還很健康的時候 你後面 還有19年的退休生活 你工作了40年 只有19年可以享福 對不對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20年跑到哪裡去了 從20歲你們開始如果做事 或25歲開始做事到60歲退休 做了35年 可是你的平均壽命 余命的話剩下只剩下19年 那你是不是做35年的 你要保障後面19年 要能夠活得很快樂 這樣子明白嗎 有沒有人想過你們現在 開始 如果現在你們是22歲 準備要60歲退休 60歲退休要你很健康喔 你要很健康 退休之後不要因為為錢來煩惱 可是退休之後 你還是有必須的開支 為什麼家裡面的水電瓦斯管理費 電話費 無線電視的費用 一個月要多少錢 那個起碼大概一個月加起來 也要4000到5000 那你還要吃飯 剛剛講的1萬塊錢裡面 有一半是吃飯 那是一個人 你退休以後是兩個人 是不是要1萬塊 那也就是退休後 要多少 可能你自己要房子 然後還要2萬塊 最少2萬塊 以現在來看最少2萬塊 才能夠維持你的生活的一個質量 維持就是2萬塊錢 2萬塊這 2萬塊錢這裡面呢 如果 就是你只能在台灣而已 就維持平常生活 可是你如果偶爾想一年出一次國 好出去玩 那對不起喔 你每個月可能要3萬塊錢 退休後你每個月要3萬塊錢 3萬塊錢的收入 才能夠維持你想要理想中的生活 那這個裡面就是說 我們在進入職場之後 我要怎麼樣去投入 投資 我才能夠在後面60歲之後 我能有這樣子的收入 那這個投資包括什麼 現在當然有勞退基金 有勞保 這兩個 另外就是說 保險 有些儲蓄險 儲蓄險的部分 我個人的經驗 剛剛我統計是從75年開始 我75年那一年我保了一個 南山人壽的儲蓄險 當時75年的時候 一年年繳是25,000塊 等於一個月是繳2,000塊 他滿25年 滿25年 他可以領回150萬 各位去算算看 你每一年繳25,000塊 繳25年 可以領回來150萬 請問一下他每個月的保障的報酬率是多少 每一年 是不是很高 現在還是有這樣的產品 只是現在的繳費的那個保險費會比較高 沒有像以前那麼低 那像你們如果以年輕人來講 20歲你可以保25年的 或者是30年的這種所謂的 年輕一點的時候你可以保儲蓄險 到30歲到40歲這個階段 你們可以適時保一些醫療的補充險 因為現在的環境污染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不明的疾病 並不在我們的健保裡面 或者勞保裡面 能夠幫你涵蓋住可以保障的 那這時候你就要借助這些保險公司 給你的這個醫療保險來補助 不然到時候你這邊儲蓄了很多 還不過去補這個洞 為什麼會這樣講 當各位很努力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最近才有兩個朋友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是做不動產仲介經濟的 非常年輕 58年次 他每天就是因為做這個不動產 商用不動產仲介經濟的 很努力 那要跟客戶要打拚 那要怎麼樣交金應酬 結果大概6年前 就有肝癌 肝癌就是太勞累 但是因為他為了這個治療肝癌 他把所有工作通通拋棄 因為他年薪大概兩三千萬 年薪 夠多吧 年薪 他就搬到台東去住 租房子 把台北的房子全部都賣掉 就到台東去隱居 可是各位 台東很好 可是有一點不好 他沒有很好的醫院 他每次看病還要回台北 回台大 六年來這樣子兩邊這樣跑 是可以控制 但是不能保證說他不會惡化 結果就是因為這樣兩邊跑 跑 結果在上個月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過世之後他沒有留在一毛錢 因為他花費在自費的這個肝癌的這些化療裡面 幾乎把他之前的積蓄都花完了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保這個醫療學 他認為說只有健保勞保夠了 但是不夠 所以他以前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走了之後 小孩子只有二年級三年級 沒有房子 那當然他過得很快樂 因為他之前在工作的時候 每年都出國兩趟 全家出國去玩 他總共有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 所以我是在更早之前這些我都有買 就是照我剛剛講的 當你們一剛畢業出去的時候 如果要保險 如果要保險的部分 不要保那個什麼意外險 或者是什麼醫療補充險 不用 因為你健康醫療補充險 還不會說用到 你年輕 所以還比較健康 但是儲蓄險 可以保 你要問他你的報酬率是多少 他每年會有一個固定的收益率 那個叫收益率 3%或5% 現在這個比較少 因為以前都有6%到10%的收益率 那個你就可以保 OK 好這個是到退休階段 你看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算一算你們現在的損益表 各位說過你們現在損益表沒有 剛剛說過了 你用錢是1萬塊對不對 你的費用減掉 有沒有利潤 沒有 還要透支嗎 有沒有預支 沒有 所以剛剛好 好 所以利潤是0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這樣利潤是0的話 各位的資產副代表 統計一下 你現在有多少資產 有沒有網路車 有沒有iPhone 有沒有電腦 我想最多大概就是皮包皮血衣服對不對 還有書 書籍 你們一年級到現在的書籍 這個書籍的部分 其實各位 我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我當然不曉得你們的狀況 我們以前是買二手書 然後讀完一學習之後 盡量不要在書上面畫 就旁邊一個筆記本 然後讀完之後 那個書就再賣給下一屆的學妹 那我都插在筆記本上面 所以家裡就不用很多的那個書架 要放這個書 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一個資產副代表的狀況 然後最後 跟各位講一下 你怎麼樣去來 來規劃你的人生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是日本人講的 講這個日本人之前 我先跟各位講一個那個概念 因為我們都是三碗學院的學生 今年 大家看新聞媒體報導 景氣好或不好 各位好不好 覺得不好的請舉手 我看看 今年的景氣很不好的 可不可以舉高一點 我看看 OK 今年景氣還可以不錯的 可不可以舉手 讓我看一下 好那景氣好不好跟你沒影響的 可不可以舉手 讓我看一下 好像都沒有關係 OK 我跟各位講一下 今年1到11月到上個月底 台灣的總出口值 美金是2750億 我們台灣總進口值 total是2487億美金 所以到11月30日為止 我們台灣出超 就出口 超過進口對不對 出超金額是263億美金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這個出口進口跟什麼有關 我們再如果進去到職場裡面 都是貿易 貿易要什麼 英文 英文要很好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剛剛的出口裡面2750億 我們出口最大 將近10%出口到哪裡 香港跟大陸 總共出口39% 金額是1082億 第二大的是美國 美國我們出口23% 金額是645億 接下來進口的部分 我們進口是從哪裡進口最多 我們進口是從日本 日本我們總共進口了437億美金 佔整個總進口值的18% 第二個進口最大的 是大陸 大陸我們進口了397億 第三個進口最大是美國 230億 這裡面其實 初超最大的 就是說我們初超最大的是 中國大陸跟香港兩個相加 這個初超金額是684億美金 第二初超最大的金額 415億是美國加拿大 你想想看我們初超到中國大陸是 684億 初超到每家是415億 兩個加起來是1000億 各位 所以影響我們台灣的經濟好不好 是哪些地區 還有呢 對這三個地區 因為我們都出口到那邊去 可是我們跟他進口東西很少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進口最大的 是日本 日本是437億 反倒是我們跟日本 出口到日本的就172億 因為我們出口到日本的 都是一些農產品 水果啦 魚啦這些的 那我們進口是什麼 車子 家電 所以進口的這個單價是比較高的 好 所以從這個數據 我們國家統計的數據來看 會影響我們台灣經濟的就是 美國 加拿大 中國 不是我們台灣本身 假如今天大陸經濟景氣不好 他不會進口 那我們出口到大陸是不是就減少了 假如美國景氣不好 假如美國的景氣不好 他是不是不會進口 那我們是不是就沒有出口到 美國去了 就會影響到 誰的 OK 所以這個數據 我先跟各位先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數值 那這個數值是 其實今年來講 目前我們還是出超 所以出口有沒有酸退 有 但是基本上來講 我們進口跟出口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出超國 如果說是進超的話 就是說我們進口到一出口 那就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我們進口的 比我們出口到的話 那景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 因為有台灣很多東西 還是要仰賴進口的 第一個我們台灣有沒有生產賣 沒有 你們吃的麵包 愛吃的麵包 我們愛吃的麵包 都要從國外進口 我們台灣有沒有種玉米 有 不多 也是要從國外進口 我們台灣沒有什麼 石油 也要從國外進口 OK 好 那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剛剛把那個出超 還有就是出口跟進口 跟各位那個數字講一下 接下來我再講這個 這個呢 是日本的一個經濟學家 森永卓郎講的 他把人生分為三個階段 A B C 三個人生 A級人生有錢沒閒 也就是說他有事業 然後或者就是說當總經理的 可是他沒有時間 這個有錢沒閒像誰 舉個例子 郭台銘 對不對 還有誰 有錢沒有閒的 還有哪一位 王永卿 王永卿 他過世了 對他也是 他也是屬於A級人生 還有誰 有錢但是沒有閒的 是不是這些影歌星 有沒有 請問一下我們的蔡依玲有沒有錢 請問她一年工作365天工作幾天 366 對 她是不是A級人生 接下來我們來看 B級人生是減少一點點 但是有閒 就是有時間 這個是有錢又有閒 像什麼 有錢又有閒 老師 老師 喔 寒暑假 OK 還有呢 各位我跟你講 A級B級C級人生是你們將來 就業你們要選的一個方向 什麼樣的行業可以讓你 獲得這個A級人生 什麼樣的行業是B級人生 什麼樣的行業是C級人生 A級人生就當董事長 B級人生協理總經理 C級人生就是我們的基層的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來講 各位看到沒有 現在那個B級人生減少一點點 但是有閒 先舉個例子 剛剛A級人生是郭台銘嘛 是很標準對不對 網友信很標準對不對 那B級人生呢 B級人生舉不出來 那我們舉例好了 我們的馬總統 ABC屬於哪一級 馬總統 ABC屬於哪一級 ABC屬於哪一級 也沒有 他是一年工作四百天的 他應該是這種 我的看法 我的劣法 他的C級人生 為什麼 他很多 因為他的薪水裡面 是不是人家都要捐出來 他做了總統的也沒薪水 他雖然沒薪啦 可是大家要他捐出來 這是一個 但是呢 他也沒時間 為什麼 他一天到晚都要跑這個會 然後還被人家丟鞋子 還被人家丟雞蛋 對不對 好 那再舉個例子 比較有名一點點的 綠龍的執行長 顏凱泰 來 有沒有認識他 我們講現在剛剛過世的 估重量 是屬於哪一級 屬於哪一級 其實我們如果在職場 能夠過的 大概都是B級跟C級 最好 就是B級人生 最好的 學生呢 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學生的是哪一級 你們人生 蛤 你們現在是A級人生 學生C人生 恭喜你們 因為你還可以爬到B跟C B跟A 有機會爬到B跟A 在A的人很痛苦 因為那個在三角形的頂端 也沒有朋友 沒人可以跟他分享 有錢 跟他沒有朋友 因為他有錢 他沒有時間交朋友 沒有時間去花這個錢 那你從C級爬到B級 有可能 為什麼 當你C人生 C人生就是經濟困窘 很多時間但是沒有錢 是指什麼 做什麼 藝工 看到沒有 各位 看來穿藍衣服的有沒有 綁了一個法軍 有沒有 做資源回收 有沒有 他過的是什麼 C人生 可是他過得很快樂 回到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幸福的指數來講 他過得很快樂 他沒有收入 可是他很多時間去做這些 他覺得很快樂的事情 那其實對 森永卓郎來講 他認為其實 B級人生 是最有滿足感的生活 就是回歸到我們前面來講 這是國民幸福指數裡面是最好的 也就是說 你有一點點錢 然後你也有時間 因為你有這個時間 可以去花這個錢 不要很努力賺錢 賺到50歲 結果不到55歲就走了 結果努力一輩子 結果錢都留給別人花 OK 那自己賺錢 平常要規劃 現在大家很好 都可以出國 我們以前是不能出國 出國要管制的 現在你們要出國 所以都可以出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以前是不行 男生可能 你們不用當兵了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OK 好 這個是日本家了 所以 各位 我們朝B級人生 錢有一點點 時間有一點點 好 朝這個人生來走 好 那我們在想 你要這個人生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 賺錢也賺到人生 不賺錢 那你有賺到人生 這是一個很標準很成功的 一個你的生活 好 那賺錢 賠上人生 然後不賺錢 也賠上人生 我跟各位舉例講 不賺錢 賠上人生 最近 是不是有學生 騎摩托車 酒駕 一撞上去 再見了 是不是他還沒賺到錢 他人生也沒了 對不對 所以 這要注意 賺錢卻賠上人生 有些人 一直賺錢一直賺錢 沒有注意健康 早早就走了 上有老母下有七小 所以這個狀況也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失敗者 再來 不賺錢卻賺到人生 我剛剛講的C級人生 他是沒有很多錢喔 可是他人生過得很快樂 交了很多朋友 那他也是個成功者 最好的 最好的頂級的就是賺錢又賺到人生 賺錢賺到人生 基本上來講可能比較難一點點 可是 要做到賺錢賺到人生 就是怎麼樣 一邊工作 一邊布施 就是布施懂嗎 一邊工作一邊捐款 捐助需要的人 所以你有賺錢 你有賺到人生 因為很多人會感謝你 所以 人生跟金錢關係是這四種可能狀況 這四種狀況裡面就是兩個 就是一個是比較成功者 一個就是你失敗者 所以這裡面我跟你講 不賺錢賠上人生最可憐 不賺錢 賠上人生 因為我最近看到很多這種 就是因為車禍的事情 有時候因為你是走在路上 被人家撞得很可憐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我們走 我們不騎車 我們不開車都沒事 你自己撞得走在馬路上 好好的也是有事 所以走路還是要注意安全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樣來做我們的投資規劃 我們剛剛說過了 創業就業階段 就是青年階段 這時候要把你的收入 做一個好好的管理 要勤記帳 每年至少你要稍微去 review 一下 今年我的這些總收入 跟我的開支的部分 算不算平衡 另外就是說 在40到60歲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做好你的資產管理 因為你要為你的退休 來做一個預備 這時候來講 資產 投資 資產當然就做資金的運用 你可以 可能有些東西 有些分期付款是免利息的 可以善用 或者就是說 我們可以就是說 買不動產 就直接跟銀行借錢 買了不動產 這職業金融 可是我是轉到我的長期投資 我的固定資產 當然就是如果你有短期資金應用的部分 你可以去買股票 可以買基金買債券 當然膽子夠大 可以做衍生性金融產品 就是這些選擇權 期貨 但是做這個要很特別注意 因為那個風險很高 除非你能夠很實實去看 掌握住 不然你投資在那裡面的金額 不要占太大比率 所以在資金運用這裡面 安全 就是說比例的部分 可以做債券或者是基金 就是會有一點固定的收益 不會讓你暴露在風險 把本金都賠掉 那所以 在你的青年階段的時候 就是你創業就業階段時候 你要注意你的收支 要能夠平衡 至少你40歲之前 不要還是個負債人生 就是每年都是負債 就是你的損益表都是虧損的 但是到了我們40歲60歲 這個壯年的階段的時候 因為你有社會地位 這個情形之下 當然你有社會地位之後 那你收入大於你的支出 還有你的社會地位 你有很多人脈 就有很多機會 有人找你投資 那可能找你投資之外 你自己當然有些資產 要把資產做活化 資產有些部分可以活化 就是讓你在運用 可是要控制風險 然後才能夠讓你60歲以後 至少 我剛剛提到 以現在來看 60歲以後 最好就是有3萬塊 每個月 能夠固定的收入 這樣你就會很安穩的 至少我們的余命是79歲 可以活到80歲沒有問題 OK 我要把 我60歲退休以後 一個前提 你們要身體很健康 不要60歲退休以後 一生都是病 那3萬塊不夠 3萬塊要往上加 你這3萬塊是健康的 就是你生活能夠治理的情形之下 生活不能治理 這3萬塊不夠的 因為你請一個外勞 大概就要去到2萬5了 你要把這個看護的費用再加上去 好 各位 最後送大家 這句話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猶太人 各位知道猶太人 全世界最富有的是誰 猶太人 其實 也有人講 當初希特勒為什麼 沒把猶太人都消滅掉 然後搞的 其實現在各位所看到的 美國的財富80%是在猶太人手上 你所看到的 索羅斯也是猶太人 Grispan也是猶太人 你現在所看到的 美國Microsoft那個老闆 也是猶太人 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很聰明 很會做生意 那這個是猶太人 他們的諺語 浪費的人呢 他的錢是圓的 就像車輪一直滾走了 留不住 那對於很節儉的人 那個錢就跟 是方的 跟磚塊一樣 搬不走的 所以呢 我們要 把我們的錢 試做磚塊 或者試做車輪 如果你把錢 當做磚塊 你是個節儉的人 你就有可能 富有 當你的錢 把它當成是車輪 圓的滾走了 那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 剛剛前面有講到投資理財 這裡面要特別強調就是說 你投資理財部分要精打細算 最少你要有投資報酬率 我剛剛講的基金跟債券的 這個兩個部分 那你像那個衍生性金融產品 它不見得會有最低的報酬率 那就要特別注意 好 除非你能夠控制 你膽子夠大 我的建議 30歲之前 對期貨跟選擇權 你們要做個了解可以 30歲之後不太適合做期貨選擇權 這種投資 OK 好 最後 其實 投資報酬率 大家都是爭越多越好對不對 那我現在指的是人生 所謂的學習減法就是說 你的前半段 我們的職埃規劃 它是用加法選擇 怎麼加呢 就是你要增加自己的資本 可能你的證照 你的經驗 把你的勞力 腦力 去換取你的薪資 酬勞 跟你的職位 在你的青年階段之前 至少壯年 50歲之前 這些 你可以用加法來做 可是到壯年 你可能50歲之後 你的人生開始要選擇減法 怎麼減呢 這個減法的部分呢 金錢可以少一點點 地位不要那麼重視 家庭的部分 當然愛情 愛情大概就是青年那個階段 對不對 到這個階段愛情可能就比較少一點點 還有生活享受越簡單越好 那其實人生後半段 你看這一些項目裡面 你可以一項一項刪除 不是 對你很重要的 留下一兩樣 你覺得你最重要的就好了 這樣就過得會比較快樂 滿足 OK 好 針對上面 我跟各位分享的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提問的 想要了解的 先從右邊的同學好了 右邊的同學們 有沒有想要了解一下 或者就是說 你們現在有什麼規劃 有沒有 對不起 有沒有 中間的同學有沒有 沒有 左邊的同學有沒有呢 我是覺得你們比較客氣 都不太願意提出來 有沒有特別想要知道了解的 我現在要做什麼 我明年要做什麼 我明年要做什麼 這邊同學有沒有要問的 然後他們 有沒有 最左邊的同學有沒有 最左邊的同學 最左邊的同學 沒有的部分我現在先交給何老師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四年級的同學 那我們請莊老師給我們四年級 馬上下個學期 就要出去就業 希望莊老師給同學一些建議 謝謝 我來講一下我的經驗好了 我是民國70年就進入職場 剛開始進去的時候我學會計統計 現在會計跟統計是分開 當初沒有財經系 我們那時候學會計統計的出來 就是做什麼 做帳 其實 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 因為進行銀行很困難 考古拉計畫也很困難 那時候唯一的一個機會就是 還有就是插大學 但是插大學生多週少也很難進去 所以我剛開始進去 我給各位的有幾點建議 第一點 進入職場第一點 找大的公司 因為你到裡面是一個很小的職位 都無所謂 但這公司要大 大到人家知道它是什麼 雖然你這個公司做的工作 不見得跟你第二份工作有關 可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在你未來之後要轉職是非常重要的 我舉個例子 你第一份工作可能進到鴻海 我可能在總務裡面 可能是跑外務送文件的 我不管 我就是鴻海公司 行政部門 就這樣專員 這第一個 或者就是說 我進到哪裡 我可能進到照鋒金扣 總務部門 助理 但是人家看到只是前面照鋒金扣 不會看到後面 為什麼 只要大的公司 它都一定有很好的制度 它的理念都是跟著制度在走 人來來去去無所謂 可是它制度是在 所以你第一份工作 你記得大公司之後 你會有那個系統跟制度 你在換第二份工作的時候 因為你從大公司來的 很重要就是你來自於這些大的企業 大的公司 再轉到第二份工作 你的薪水自然就至少往上加10到20% 不用你去要 這個老闆就會給你加10到20% 因為他把你從這個大公司請過來 那有些人會認為就是說 那我不要大公司 因為我對自己沒有很把握 錯了 其實企業在用人 它不是在於說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誰會在乎誰是什麼學校 不是 它在乎就是你是不是肯幹 吃苦 因為現在可能有一些人進去之後 唉唷 我只做這一樣事情 我就台灣跟大陸兩岸的 這個就業職場來看 大陸的學生是我一進來 我跟你講我這個工作 你叫我做這個工作 不可能 不可以 我今天進來就做這個辦公桌 我就是收發 你再多給他一樣事情 不可能 他不接受的 但是我們台灣的學生 或台灣出去職場的人 只要在這個位置上 你什麼人叫我做 我都做 這是很好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學習到 很多不同的人的經驗 因為很多人給你 他們都是可能做兩三年的 他們這些給你 你可以省掉很多去破破壯壯的 所以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進去之後 我建議就投大公司 我先就是大公司 你的助理也好 外務也好無所謂 比如說Microsoft IBM 或者就是哪些 就是金庫公司 或者像比如說 台達電 或者是台積電 或者是宏達電 Anyway他要人 他要人 我就進去 先進去再說 但是第一份工作 千萬不要做兩個月 三個月就跑掉 你無論如何第一份工作 一定要買一年 因為你買一年之後 你有這個資歷 因為你又是大公司 你在第二年再換工作 就是你不換工作 你去投 一定會有很多人會找你去的 因為你是從一個有制度的公司 是訓練你出來的 然後你到這個信任環境的話 他可以花很少的時間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大公司的一些制度 可以帶到這個公司來幫他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他願意再多付10到20%增加的這個薪水給你 明白嗎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在學校的時候 我是建議 利用還不是很長的時間裡面 如果有空的話 語言方面還是要多練習 我說實話 我也不瞞各位講 我以前唸國中的時候 我沒唸過音標 我根本那個字音標 什麼重音我根本不會分 然後再到大專的時候非常痛苦 因為我的英文課本打開 全部都是用bohmofo注音的 那以前根本不知道 反正做會計也不用講英文 錯了 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台灣是什麼 島國是靠進口出口 進口出口就5000多億美金 是分開來算 你要加起來就5000多億 這些進口出口都是要用到英文 那英文你會覺得很難嗎 不難 我跟各位講 你只要打開 比如說英文的新聞節目 或者ICRT 你管他你就聽就好了 至少你知道那個意思 但你聽久你就會講 或者是財經業學生 你可以看幾部電影都不錯 像金權帝國 還有華爾街 它有一些語詞 就是他們的這種我們財經的一些用語 它裡面會講 你再記住那幾個用語就可以了 但是千萬記得 看這些電視影集不要學髒話 不要像裡面那些髒話 你把它學起來 結果該學的文字都沒有學到 不可以 所以如果財經系學生 像金權帝國跟華爾街這電影 我可以建議你們多看兩次 你就了解 你們財經系在這個運作裡面 比如說證券這些 它裡面到底是怎麼樣的遊戲規則 第三個 在學校裡面 證照的部分 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先預備好 不然你如果再出去 上班可能還要加班 你真的沒有時間再準備去考這個試 那因為你現在是學生 讀書就是你的工作 所以你現在去考試 你如果要往銀行走 保險走 信託走 你就把這個先預備好 那這樣的話 你將來直接進去的時候 就不用再為這個 去傷這個腦筋 那記住喔 語言很重要 語言這部分 所以第一個就是選大公司 第二個 就是你的語言 然後最後當然 能的話就是證照 這三個 善用在學生的時間的時候 把這些把它準備好 對你就是只是加分 甚至就是說 像我們以前考試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 只要面試的人 我們會給他兩張子 一張是音翻中 一張中翻音 然後二十分內寫完要給我 如果寫不完的話 那就直接回去了 不用再往下面談話了 好在中國大陸是這樣子 那當然台灣的話 可能有些就不會 因為他會要你 就是要你就是 他是看你的那個履歷表 所以在你印證的時候 那個履歷表在寫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 把你在學校 你所有的證照之外 你的專長 你要把它寫上去 各位應該知道自己的專長吧 就是吃苦耐勞 上級交代的命令 使命必達 好 然後我就是說 配合長官的要求 然後完成 長官交代的任務 就是你的專長 明白嗎 在履歷裡面我們去強調 我們 就是說 這一些我的專長 我就是說 耐操 耐勞 好 長官的交代 我都會 完成他 其實長官 不在乎 你是哪個學校 哪一個系畢業的 我在乎的是 我交代的事情 你能不能夠完成 我交代的事情 如果你能完成 就是我要的人 然後你能完成之後 做得很努力 他主動就會幫你 加薪 ok 除了 我剛剛提到的這一些 財經系的部分的學生 可能又進入銀行的 那可能之前有幾位老師 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銀行裡面到底有哪些工作 證據裡面有哪些工作 保險裡面有哪些工作 他有分的 那你們可以就是說 進去我剛剛提到 就是大公司先進去再講 不要太害怕 一看到那個就覺得說 我不行 看到這個我不行 管他的先進去再講 不要什麼都不行 一定要告訴自己 我一定行的 為什麼 沒有一個人 什麼都會 進去之後 自然而然 他就會教你 因為他有系統在 就會告訴你 可能你可能第一個禮拜 會坐在冷板凳上面 因為大家都很忙 沒辦法教你 第二個禮拜 大家中午一起吃便當 吃了禮拜熟了以後 就嘴巴甜一點 這個姐姐 有沒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忙 這個哥哥 你有沒有事情那麼忙 有沒有需要我幫忙 就這樣子 兩個禮拜以後 自然而然你就已經熟悉了 就OK了 明白嗎 所以不要怕就是說 看到這個公司 這麼大我一定沒辦法進去 這麼大公司 這個條件我一定不行 通通給他進去 沒有什麼行不行的 你沒事你怎麼知道行 或不行呢 而且我舉個例子就是 我有一個淡漿外文系的學生 他這個學生呢 什麼都肯做 外文系的喔 今年暑假畢業 他面試了幾家公司 我都叫他去 反正他叫你面試你就去 管他重不重 我說你的目標就是 你要兩萬八 沒有兩萬八的公司 你就不要進去 但是叫你面試你通通去 終於他找到了 而且非常大的一家 文化出版社 非常大 終於找到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在戲子 他總共找了33個 面試了33次 他也是剛畢業 他是拿兩萬八 不是22K 而且 剛好 這個月10號 滿三個月 主管已經幫他加薪加到三萬二 OK 為什麼要對自己有信心 他一直去面試啊 能不能說我面試兩次 不行都沒有人要我 才兩次而已 怎麼沒人要我 所以他就說 他每次面試回來就跟我講 我說你再去 所以他一個禮拜面試三家 我跟他說去去去 再去再去再去 總是有重的時候嘛 對不對 那麼多家你就挑嘛 挑那個 你要跟這個主管做事 你應徵他 你要看他跟你是不是合吧 一定會有 他有那個緣分 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他最後找到這個工作不錯 就兩萬八 做企劃 活動企劃的 然後到國外參展 還可以出國 我們也可以啊 為什麼可以 一定可以啊 好 除了這個 同學們 進入職場 你們還有沒有覺得是說 你們孩子要準備什麼的 另外就是我剛剛提到那個履歷的部分 你們也要開始去準備一份中英文的履歷 第一份的履歷把它整理好 那個履歷的話 在你的用詞用語的部分 就是注意一下 然後讓他能夠一看一目了然 你就是他要的人 明白嗎 那明年既然有這麼多的工職跟金融機構 有釋出這麼多的職缺 我建議各位現在趕快加油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明年開始 陸陸續就可以去報名 去參加他那個考試 因為你透過這個金融研修院 這個考試 他不用走後門的 光明正大走大門進去 而且他比試大概佔80% 所以你比試只要成績夠高 大概七八十分都可以進去 而且保障都非常好 福利都很好 金工公司的福利非常好 OK 同學們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今天莊老師提出一個問題 讓大家想一想 你想要過怎麼樣的人生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莊老師他的演講 那我們現在以熱烈的掌聲來感謝他 謝謝